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有人先动手 那更多的修士便偷偷出手偷袭 这么多修士同时出手 仙琼楼十楼中间一大片地板顿时被轰得塌了下去 雷成和在疲于招架之中 更是被一道乌丁趁乱定在了眉心上 他落在九楼当场陨落 如此多的修士对雷家的人出手 雷家其余四人疯狂地向外顿走 住手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强大的气势碾压了过来 跟着一名红衣男子落在了已经被轰塌的一半的石楼上 这个人的修为绝对比那个真乎圆满的鹰沟鼻来的强 不但是墨无忌 十楼大厅中所有的人都没有继续动手 我仙琼楼好歹也是阴都第一楼 各位在我仙琼楼大打出手也太过分了些吧 红衣男子落下之后 语气中虽有不满 但却并没有发作 墨无忌赶紧上前 见过仙琼楼的前辈 这事是我没有考虑周到 还请前辈恕罪 仙琼楼的一切损失由我来赔偿 那个雷成河已经被杀了 墨无忌很清楚 那道射穿雷成河眉心的乌丁来自何处 正是侯玉成干的 现在砸了别人的仙琼楼赔偿一些零食 自然也是他赔得起的事情 不不不 我们都有责任 大家一起陪 墨无忌话音刚落 众多修士纷纷出言 红衣男子的目光落在了墨无忌身上 你就是散修2705号 正是 墨无忌抱拳说道 红衣男子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吴大帝国树立起了一个好榜样 无数年轻一辈的秀士都以你为目标 不错 我仙琼楼这点损失还是经受得起的 至于赔偿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 说完这句话后 红衣男子把手一挥 各位请暂离仙琼楼 等我仙琼楼重新装饰好了之后 再来饮酒 从头到尾 这红衣男子都没提过雷家的事情 似乎雷成河被杀 在他看来 根本就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众多修士纷纷出声叫好 陆续离开了仙琼楼 墨无忌心中暗脚厉害 无论这红衣男子是不是真的称赞他 刚才他利用自己的名声 为仙琼楼做了一次广告 那都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肯定的是 等仙琼楼装饰好了之后 这里的人气自然会更旺 对了 你刚才在印度杀了一名修士 按照印度的律法 是要被严惩的 我已经帮你打过招呼 所以你不用担心 墨无忌刚刚走出仙琼楼 耳边传来了那红衣男子的话语 墨无忌心头一跳 赶紧对仙琼楼攻身一抱全 他没有说话 那红衣男子应该也知道 这个人情他墨无忌领了 感谢各位朋友的厚爱 今天大家就此别过 咱们后会有期 墨无忌又对众多支持他的修士 抱全感谢 大师兄 多多保重啊 大师兄 一二希望有机会能当面谢你 薛同思赶紧说道 各种各样的道别声 让墨无忌不得不再一次一一道谢了一番 然后他这才侯宇成迅速离开了印度广场 半个小时之后 墨无忌和侯宇成 来到了百宗联盟驻地的贡献分兑换处 墨兄 多谢你相救 否则我今天 必会死在那雷成河的手中 直到此时 侯宇成才有机会向墨无忌感谢 墨无忌微微一笑 他拍了拍侯宇成说 侯兄 我们是队友 这句话 正是当初侯宇成帮他的时候说的 不过这次说出来的是墨无忌 侯宇成微微一争 随即哈哈一笑 我们不但是队友 还是朋友 有些话不必说的太多 墨无忌修为低下 看似毫无前景之势 侯宇成 没有因为墨无忌是一个修为低下的散修 而看低了墨无忌 他还数次出手相助 现在侯宇成被雷家人追杀 甚至是人人喊打的时候 墨无忌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 他选择相信侯宇成 有时候朋友很简单 不需要去说太多 也不需要去做太多 只需要他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站出来就行了 墨兄 这个给你 侯宇成抓出了一个残破的疲倦 交给了墨无忌 墨无忌接过疲倦 下意识地说 这是什么 这就是雷承河要杀我的原因 侯宇成黑黑一笑 天雷七世 第二世 墨无忌终于看清了这残卷上的内容 他惊讶地抬头看着面带笑容的侯宇成 侯宇成略带尴尬地说 我和五行荒野外那家拍卖会的人 有些关系 我知道天雷第一世 其实是被你买走了 所以我得到天雷第二世后 打算帮你留着 没想到被雷承河得知 他想抢走第二世的同时 杀我灭口 之前在那楼上 你其实应该也没猜错 雷承河本来是雷家的第一天才 但是雷家旁之 突然出现了一个叫雷红吉的一雷灵根修士 这第一天才被雷红吉所夺 雷承河自然不甘心 若是天雷二世被他得到 再加上他的野心 要在雷家获得一部分支持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诬陷你对雷红吉的未婚妻下手 莫无忌问道 侯宇成的语气突然低沉了下来 雷红吉的未婚妻 的确是被强暴了 强暴他的不是别人 就是雷承河 林秀杰的姐姐和母亲 也是被雷承河杀掉的 而我得到的天雷第二世 就是来自于林秀杰 莫无忌见侯宇成脸色有些不好 他估计这件事情还有引擎 不过侯宇成似乎没有想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莫无忌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果然侯宇成岔开了话题 莫兄 为了对抗这次运爱修士 百宗联盟也算是出了血了 所有加入百宗联盟的宗门 都拿出了最好的部分东西 包括功法法宝 还有材料等等 你的贡献分比较多 进去挑东西的时候 可要看仔细 千万别花了眼 我要赶紧离开这个贵地方 记住 你离开这里后 一定要再次移荣 那玉林雷尸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我们走在一起 反而更加危险 若是在一天时间内 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 马上离开印度 玉林雷尸的强者到这儿 最多两天时间 还余下一天 足够你逃了 我知道 你都保重 莫无忌点头 好 我先走了 对了 那印度仙琼楼出现的强者 叫做联合舟 说完这句 侯宇成转世了 神迅速离去 以前贡献分一下 兑换点不在这儿 莫无忌还未走到 贡献分兑换出的门口 坐在门口的一名老头 头都不抬的说 莫无忌取出积分牌 递了过去 完备的贡献分不止一千 老者抬头 看了一眼莫无忌 这才接过莫无忌手中的玉牌 随即 他就将玉牌还到了莫无忌手中 并且点了点头说 还不错 进去吧 多谢前辈 莫无忌小心地攻身行礼 这位老者 看似人畜无害 但莫无忌却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 比风振秋 还要来的恐怖的东西 风振秋是什么人 问天学宫第二院长 真神静修为 这位老者 比风振秋还要可怕 那又是什么样的修为呢 老者背后的门 已经缓缓地打开 看进去是一片漆黑 莫无忌赶紧闪身进入大门 不但是这老者有些可怕 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莫无忌也不想多耽搁一分钟 莫无忌进入之后 大门再次被关上 莫无忌看见了一个 有七八个足球场大小的大殿 在外面看起来 明明是一片漆黑 可真正进入这里之后 却是光明通透 巨大的空间 被化作一个又一个的区域 每一个区域都标注有字样 排在第一的就是修炼功法 站在修炼功法这片区域之前 一言望去 那是密密麻麻的书架 各种疲倦欲捡书册 堆积如山 不过传承水晶球确实不多 这让莫无忌心中有些失望 倒不是说莫无忌一定要传承水晶球 事实上他并没有这种打算 因为传承水晶球只能用一次 用完之后就会报废 这里的传承水晶球少 那就说明各大宗门 并不会把自己宗门最强大的东西拿出来 看样子 侯宇成说这都是各大宗门部分最好的东西 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莫无忌从修炼功法这个区域走了进去 随后就发现 这里的功法并不是全部都随便堆积在一处 而是每一个宗门拿出的功法都放置在同一个位置 并且有宗门名字标注 莫无忌的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寻找不朽凡人爵的后级功法 若是找不到的话 他就寻找一种最顶级的修炼功法 他看了一下这里的功法所需要的贡献分 比较好的功法 贡献分也不过是几百分左右 至于数千贡献分以上的功法 那就比较少了 这么多的功法 让别的修士着起来 就算是每一本翻一下 几天的时间也翻不完 不过莫无忌可有自己的优势 他不用每本都去翻 他的神念一本本扫过去 只要涉及到不朽凡人爵的字样 那就是他需要的东西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